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玩龍伴 大家知道今天出了新活動 齊天大城 影片主要教大家 可能有人不知道那個魚耳棒在哪裡 因為這次高級比較簡單 只要一個屬於魚耳棒就可以 但因為魚耳棒平常不會外露 所以很多人未必知道 這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高級 大家要留意 其實Altra是另一個打法 以及Hell的地獄難度未出 只要高級做一個範圍 一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要衝過來 先給我鼻鼻 由於我是布倫希爾德的關係 所以 他變龍的時間也挺長 認真也挺好用 他出了這招紙技 你會看到有魚耳棒 馬上去爆他 留意高級的話 如果你爆不到 基本上可以放棄 正常來說 你不會有第二次機會 所以你會發現街場很多人 一爆不到就放棄是正常的 如果大家打街場就一定要爆魚耳棒 不然你就不要怪 為何你的隊友瞬間都退光 就因為你沒機會再爆 就是這樣 然後贏了就可以了 Altra 關其實有兩次機會 Altra 關如果一次爆不到 因為血量比較多是有兩次機會 就是這樣 今次這個 以及講一講這個抽牌 今次的戰課 強烈建議大家抽完五張禮裝才重置 因為今次如果你有上巴體鋪 你可以看到你抽到天才的靈光閃炎 這張五星的卡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這張卡 或者其實你當是換覺醒之路 其實都非常好 反而這條龍大家知道我一向都沒有什麼用的 送給你 有些不幫好用的 所以我強烈建議今次大家一定要抽完你的禮裝 你才好重置 那就不要洩給他 雖然我暫時抽完幾次 抽完幾個循環都只有兩三星 我自己比較黑 這次龍伴就先玩其他地方 到時出了Hell 出了地獄的話 看看開不開台叫大家Carry一下 我們就這樣 拜拜